基督之家第三家网路电台 平安,我是挪牙,欢迎来到基督之家网路电台 我们今天要播出的是 基督之家1994年的联合退休会录音 渐兴于行 奖员是黄醇望牧师 我们今天要播出的是 按照当时的顺序第二奖 是一个专题登山宝训第一奖 这次的安排很特别哦 请黄牧师不单是主题讲员 而且有三次专题的时间 黄牧师要用这三次来讲 登山宝训里面丰富的内容 登山宝训是给基督徒的 首先要有生命才有这些教导 教导是为了要我们得福 这里的各种福气是有条件的 这里的各种福气之后 耶稣说到光和盐 世人在黑暗中不喜欢光 拒绝光,拒绝基督徒 基督徒也是言 应该对社会有影响力 登山宝训的内容非常丰富 请勿错过 我们一起来收听 每次我有机会到基督徒之下讲到 那么唱寇建度所填写的一些歌词 我非常得意出的帮助 我拿了一本回去 有一次我在基督徒之下 第三家还是第四家忘了 我要了一本诗歌回去 有的时候我常来坐来 我领袖的时候唱诗用 我觉得这是 拒绝度一生很多那些诗词 我看他是在主里面一种树林经验的领袖 非常宝贝 好像刚才我们唱一首诗歌 我觉得我们若专心在主里面前听他讲话 所得的启示一定大 那这个也是我们在听道的时候 在领袖的时候 假如我们能够专心听主的话语 那我相信我们得的东西一定大 那这次我昨天晚上也讲 这个专题 我会选用这个马太福音第五 第六第七章登山宝训 那今天早上 吴牧师已经开始讲了第一堂 那也许我就继续讲第二第三第四堂 那么今天早上我们 主要来看看登山宝训里面主要的一些意思 那么然后明天后天 我会选登山宝训的两段经文 比较详细的我们看一看 这个登山宝训是天国子们的宣法 这个宣法不一定是指咒 一般的好像我们指的国家的宣法 或者是一些机构的一些 这个constitution 不一定指这些 那那边主要指的宣法是说 基督徒行为的准则 基督徒行为的准则 因此我在思想到这次的主题的时候 我就想到这个马太福音五六七章 是跟我们这次的主题很有关系 我们如何把我们的信仰 能够付诸于我们的生活行为上 能够在我们行为能够表彰出来 那假如我们很熟悉 耶稣基督教导我们有关生活的教导 生活的准则的话 那么不仅是我们树心内容 而且我们愿意谨守遵行 那自然而然会把我们的信仰 在我们的生活上 能够表彰出来 所以这次是我选 这个马太福音 这一段经文的主要的意思 我想弟兄姐妹应该读圣经的时候 应该注意的话 晓得这个马太福音里面 记载到五章 耶稣所讲过的道理 这个登山宝训是一个 第二个是第十章 关于这个鼓励门徒如何宣讲福音 然后关于教会的真理 然后第四篇是关于天国的比喻 第五篇是关于这个主耶稣再来的预言 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那里 那么这几章圣经 我相信弟兄姐妹看了很多 也很熟悉 但有的时候很熟悉的圣经 不见得我们都会明白 有的时候需要多点温习 我相信你们假如在基督之家 久了之后过去 叩见度一定有谈到这里 也讲得很好 不过我想我们有机会 多温习主的话一种没有错的 所以今天我们就看 马太福音五六七章 主要我把今天五六七章里面 一些重点提出来 我们一起思考 然后明天后天我会选两段 那比较着重解释来看一看 首先我们要注意这个登山宝训 是像谁讲的 每一份读圣经的时候 我们要看那个圣经的 所讲的对象很重要 假如我们没有把那个对象 弄清楚 有的时候我们看会看错 看糊涂 那么这个对象是谁呢 马太福音第五章一开始 那里讲到什么 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 就上了上基一下 坐下 门徒到他跟前来 他就开口教训他们 所以这些他们是指做谁呢 主要是指做门徒 对不对 门徒 那换句话说登山宝训 那个内容 那个对象 主要是指做门徒 或者说指做已经信主的基督徒 当然我不敢担保里面 有一些人混进去的 并没有重生得救的 他也在那边听到 但是主要对象是对基督徒 这个很重要 到明天后天我会给你们 讲到一些比较细节的时候 你就发觉 假如那边 你不把它抓住那个重点 那么有的是地方 你没有办法解释 没有办法了解 所以第一点我们很重要 是注意到 这五章圣经是给基督徒的 因此我们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 就应该更加注意这几章圣经 因为是特别对我们讲的 第二点我们要看的就是 这个五章圣经一开始是什么呢 就是讲到八福 通常我们说 虚信的人有负料 在原文在圣经 这个英文翻译 这个八福的开始 一开始第一个字是什么呢 Blessed 夫啊 夫妻 Blessed 有的地方可以翻成 Happiness Happiness 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意思就是神所有的教导 其实都是为着我们的夫妻 都是为着我们的好处 有的时候假如不明白 我们会觉得做基督徒好难啊 今天早上吴牧师讲得很对 其实基督徒不是做基督徒 我们基督徒是就是 不是就是不是 假如不是基督徒 你要来学做基督徒 怪不得做得好痛苦好难 基督徒要到教会聚会 基督徒要十分一奉献 基督徒又要什么做猜传 基督徒又爱灵舍 要爱仇敌 哇要做好困难啊 假如你不是基督徒 你来到教会里面 然后教会有很多的program 师父就教导你 如何做基督徒 那你来学 有一些人学了 有一些人学了 吴牧师讲得很好 有一些不会做戏的 但学做戏 那做得好辛苦 那不是基督徒 你要学做基督徒 真是做得好辛苦 做得好辛苦 那么有的时候我们感觉到 哎呀基督徒好像很多捆绑 不可这样 不可那样 那么不做基督徒多好呢 样样都可以做 好像条条大路都可以行 行得通 那这是一种的不了解 不了解 但是假如我们真是基督徒的时候 我们就发觉那些道理 其实是对我们一个干赖 一个引导 哎呀 我们知道之后多好呢 只不晓得我们会犯错 会做错 现在我们晓得了 哎呀欢喜得不得了 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 神一切的教导 一切的教导 都是为着我们的福气 是要叫我们的福 Blessed those who are poor in spirit 等等等等 但是这里告诉我们说 这个我们的福是有条件的 conditional 那我们很 我们很喜欢用神的话语 祝福人 神与你同在 愿神祝福你 愿神如何如何 但是你有没有注意 你多去看圣经就晓得 往往圣经里面的一切祝福 都是带有条件的 你要神与你同在吗 简单的说 比如说大使命啊 大家很熟悉 对不对 马太福音二十八章 你要神与你同在吗 那你说 凡我所教导你们的 你们就要教导 他们遵守 我必与你们同在 对不对 所以前面是一个condition 对不对 前面是一个条件 后面是什么 后面祝福跟着来了 那这里告诉我们说 神要我们得到福气 但是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这个条件 你登山宝训 第八个夫妻看一下 你晓得 那你知道是什么 是好的 品的 good characters good characters 一个good characters Christian good characters 基督徒的好的品德 是一个蒙福的 一个condition 一个条件 那么这个好的品德 开始是什么呢 poor in spirit poor in spirit 在灵里贫穷的人 在灵里面感觉自己贫穷的人 这是按照字意来翻译 blessed those who are poor in spirit 灵里贫穷的人 那么按意思的意思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谦卑的人 谦卑的人 所以一切的美的 那个根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谦卑 没有谦卑 没有谦卑 就何难 有这些美的 那么一切的祝福 需要有好的 品德 但是更重要 是从谦卑开始 所以圣经里面教导我们很多 真言书十八章十二节 你告诉我们说 败坏之先 忍心骄傲 尊荣于前 必有谦卑 对不对 所以一切都应该是从谦卑开始 从谦卑开始 那么谦卑是一切美的的根 假如没有这个根 上面就没有果 那我们会再问一问 什么叫做谦卑呢 我想这个道理我们都听了很多 有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 大家都学习谦卑 但是不是太正确的做法 有的时候死的教会造成一些困难 什么困难呢 比如说教会要找牧师或者知识长老 要找人侍奉的时候 哎呀 某某弟兄可不可以请你今年侍奉 哎呀 他很谦卑 弟兄不行啊 弟兄灵性很软弱啊 请你最好找某某人啊 找这个姐妹姐妹说我也不行啊 这样不行 那样不行 这个好像是说要否认自己 一样样没有的话 这个才代表什么呢 代表谦卑 对不对 那结果是这么弄的教会 没有人侍奉 所以教会里面 常常教会的情形就是说 好像今天那个美国打足球 富宝 美国式的富宝 多少人看 千千万万人看 但是多少人打呢 一队十几个 那么两队加起来 五六十个人 打来打去 打得半死就是那几个人 打得好 打得坏 哇 当得好 当然有人鼓掌 打得不好 当然有人骂 那今天我就发觉 在教会里面也是这样 常常来来去去 有一些弟兄姐妹 身兼素质 也做知识 也叫独日学 也做什么commit 也要探访 也要带领 这样带领 多得不了 但是多数的人是怎么呢 在那里面 做主观望 做礼拜 做礼拜 一个礼拜天就是来做一次礼拜 坐在那边两个小时最多 那么那些人真正倡议侍奉的 做了半死 当然做得很好的话 有一些人欣赏 但一做不好的话 哇 批评就很多 那这个不是真的谦卑 真的谦卑是什么呢 真的谦卑并不否认自己所有的 我有就有 我没有就没有 但是承认我一切所有的 都是神所赐的 这是谦卑 真的谦卑并不需要否认自己所有的 但是要承认我一切所有的 包括我的恩赐 我的时间 我的精神 体力 钱财 我一切所有的 都是神所赐的 那我要做一个中心的管家 如何好好使用它 所以有人要你参加士班 假如你会唱歌 你就感谢主给我一个好的声音 我愿意来参加士班 当然你不会唱的 就不必要勉强 因为你去唱的时候 弄得整个士班 走音就不太好 但你会唱的你不要太过谦卑 有的时候是假谦卑 你呢 我不会 我不会 但是心里确实告诉我 我唱比每一个人都唱得好 你晓得吗 然后你不唱 听见士班 有的时候唱得不好 心里就批评 他乱来 不会唱 那为什么你不去唱 因为你假谦卑 所以基督的品德很重要 有谦卑 但是我们一起对认谦卑 有认识 真的谦卑是什么呢 真的谦卑 不是否认自己所有的 但成为自己一切所有 都是神所赐的 那么我就要做一个很好的管家 我要做一个恩赐的好管家 好好的使用神所给我的 所以牧师叫你唱诗 你会唱 你就赶快参加士班 牧师假如叫你来教主日学 假如你真的神给你有一种教导的恩赐 你说好 我来 我来 但是你要继续追求 恩赐虽然是神赐的 但有的时候你自己要技术不断的 develop 然后你能够真正的 被神用得很好 那么 第三方面我们看见就是说 这里 用了三个比喻 三个比喻 就是刚才吴牧师所提到的 做官做员的问题 那是在第五章 第十三节开始到十六节 那三个比喻是说到 做员 做 我要做员 平常都讲惯了 这个基督徒是员 是官是成 是员是官是成 那这里告诉我们说 基督徒对世界的影响的问题 影响的问题 我们是员 我们是官 我们是成 那么这里三个讲到什么意思呢 三个比喻 做官 是官 刚才吴牧师也讲得很清楚了 最要紧是照明 哪里有官就把黑暗去除了 对不对 哪里有官就把黑暗去除 但是世界的人 不信主人 圣经告诉我们是什么呢 他们喜欢暗 却不喜欢官 对不对 他们恨官 所以有的时候基督徒被人讨厌 被人看来你真是 左手左脚 假如没有你多好 我可以大事地放冲 做一些事情 我所喜欢的 就是有你这些基督徒 那么世界上一些特别喜欢犯罪的人 所以最不喜欢什么呢 最不喜欢基督徒 最不喜欢教会 去年我们看见 有一些homosexualist 同性人 去一些教会里面捣乱 不让人进到教会里面聚会 有一些牧师特别的讲道的时候 他阻止他 为什么 因为他们的行为是不好的 所以他们不爱官 倒爱案 那圣经说什么呢 所以定他们的罪 就在此 那我们基督徒世官 假如你世官的话 无论到什么地方 自然就发出来了 你不需要去将装甲的 基督徒世官 基督徒世盐 盐是什么 盐主要的功效是什么 防止腐化 对不对 一些东西 假如没有盐的话 很容易腐化 还有盐的功要是什么 调味的 盐肉失了味 如何叫它能够再显呢 这是一个基督徒的功效 对社会来说 我们在社会里面 防止这个社会的腐败 假如说 有一天 这个富兰圈全世界都没有基督徒了 你看这个世界会怎么样 当然我们相信 我不想你们相信什么 我相信是灾前被提的 pre-tribulation 我相信 有一天 耶稣来了 基督徒都被提了 所以世界怎么样 乱七八糟 乱七八糟 那么今天世界有一些地方 没有办法好像变得这么快 变得这么坏 是因为有一些基督徒在里面 还有一些防腐的作用 假如没有基督徒的话 那这个世界是不堪设想 假如没有基督徒的话 好像整个世界没有味道 我不晓得 你给别人的感觉是什么 有一些人给人的感觉就是 哎呀 很讨厌 他一来以后我就很讨厌 但有一些人给人的感觉是什么 啊他来的 在我们当中我们觉得 增加很多的味道 很有兴趣 那当然一方面我刚才说 有些基督徒因为他是官被人讨厌 那是一些不正当的看法 对基督徒的看法 但是事实上 基督徒无论在什么地方 应该让人感觉到 哎 起一种 作用 那个作用是什么 让人感觉到 哎 没有他好像就没有这么的兴趣 有了这个人的话 觉得这一个团体 增加不少的兴趣 那这是严的功效 严的功效 成是什么呢 成的功效 是一种 social order 社会秩序 社会秩序 我们不是前一阵子 提倡law and order吗 美国真是没有什么law and order 虽然美国的历史最多 比前世比较起来 美国的历史最多 但是我告诉你 我不敢讲说所有历史不好 但是大多的历史都是乱七八糟 只要你有钱给他 他就把不对的讲到对 对的讲到不对 说要美国律法很多很多 但是因为有一些不法的历史 所以他走一些历法的符 所以拒绝历法 拒绝历法 我们常常在电视里面看见 有一些serial killers silent motionless 他们说没有什么动机的 前世你看这个人太多了 太多了 前几天U.C.Burkery父亲在university上 不是有一个人吗 开枪打伤好几个人吗 有一个女孩子 critical 27岁的 motionless 没有原因的 不是跟你们冤仇 她就乱打乱开枪乱来 没有律法 lawless 那有的时候我看电视 哇 我真是 里面那种的 气啊 真是想 不晓得应该像谁法 那有一些serial killers 那我最近看电视里面 有一个人 他12岁的时候 开始犯法 在他teenage的时候 就已经杀死了 在佛罗里达 然后不让他住在佛罗里达 因为teenage 不能够处他死刑 不能处刑 因为他年纪太小 所以关了detention之后 不久了就犯了 犯了以后就 让他住在纽约州 结果性情没有改 开始杀人 照他自己公主来说 他杀了七个 其实不止 不止 那么辩父立师 他辩父为什么 替他怎么辩父 他说这种啊 杀人 因为杀人不仅是 好可怕 提出来都可怕 他强奸 都是女孩子 强奸之后 杀了 杀了不止 让他分尸解体 好可怕 所以辩父立师 说他无罪 因为这个人是insaint 有神经病 假如不是神经病的话 他不会这样杀人 换句话说 你假如杀一个人的话 你还可以 可能是判无期徒刑 假如你杀死 一连杀死好多人 而且是很残酷的 杀人的话 可以不必死刑 为什么 因为你是神经病 那现在很多辩父立师 就是见辩 好可怕 好可怕 所以你要犯罪 换句话说 他鼓励你 你要犯罪吗 你就好好犯 犯越多罪的话 就越无罪 你偷人抢东西 这个比较小罪 你还要判徒刑 但是你杀死好多人的话 你可能都要判徒刑 这个社会给我们的 给我们的message就是这样 那么基督徒呢 我们要在社会里面有些影响力 我们应该主持正义 主持真理 主持次序 所以基督徒的影响是什么呢 刚才我们是讲的很多 我就不愿意重复了 不是单单在教会里面 在家里面 我们应该把我们的影响 冲破我们的教会 到社会去 去年我到香港 我住在一个教会的楼上 刚刚那个教会 我不想提他的名 因为提的名 你香港来都晓得那一个教会 相当大的一个教会 刚刚那几天有陪领会 但因为我有工作 我就没有每天晚上有机会参加 我只参加了一次陪领会 那个讲言也是台湾去的 很出名的讲言 他的信息也是很好 但是我在那边坐下听到的时候 我有个深深的感觉 这是普遍教会的情形 是什么呢 我们只是关起门来陪领 但是陪了这些弟兄姐妹的灵性之后 他们从来对外面没有影响 为什么 那个教会外面就是红灯区 有一天晚上 我八点东回来 不是太晚 我跑在路上 有个女人就出来到生意 先生先生来玩玩吧 来玩玩吧 当然我没有去了 我也不会去了 那附近好多这种的距离 那我就是想 这间教会这么大 里面坐千多人在听陪领会 但是这个教会连附近周围都没有办法影响他们 那耶稣基督在这里教导我们说 你们是世上的光 这个教会光照在哪里 光照在哪里 是照在教会里面 连旁边左右灵机都找不到 这好可惜 这也许是我们教会的一般的情形 我们的光 我们的眼 我们是世上的城 但是对社会起不起作用 知道我们自己思想 我们是怎么信的 我们是怎样的基督徒 然后第十七节 第五章十七节开始 这里讲到说什么呢 主耶稣说 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 我来不是要废掉 乃是要成全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就是到天地都要废去了 律法的一点一化 也不能废弃 都要成全 那这里讲到律法与先知 这是指做什么呢 指做旧约 因为主耶稣讲到旧约圣经的时候 常常讲到律法与先知 律法通常指做摩西五经 先知指做先知书 这是当时对旧约的分段 当然有的时候加上律法先知诗篇 耶稣说 也就是说律法先知 诗篇上所指做 我的话都要应验 所以这里讲到律法和先知 是讲到旧约 换句话说 他说耶稣在这里承访旧约的圣经 承访旧约的权威 那么有一些人论到旧约的正典的问题 这是一个最重要的根据 因为耶稣接纳了 所以当然我们没有问题 应该接纳旧约的正典 旧约的这个权威 那这里给我们告诉一点就是说 一个人对于神的话语 当然那个时候没有信誉 现在我们讲神的话语包括信旧约 一个人对神的话语 对全本圣经的态度如何 可以看出这一个人他的信仰是怎么样 很重要 当然今天教会里面 我们相信 圣经是神的话 当然有一些人说 圣经里面包括有神的话 那不是接纳所有圣经都是神的话 你懂吗 当然有更Libro的话 他就根本就不相信圣经神的话 只不过是一个希伯来伦的一个很好的作品 但我们基督徒我们说圣经是神的话 但是究竟你对圣经的尊重有多少 很多的时候我们碰见一些问题的时候 我们并不以圣经的话 以圣经的原则来决解那些问题 我们是找一些其他的reference 或者自己的见解 或一方面 也许我们因为不太认识圣经 所以当问题来的时候 我们也不熟悉 不晓得圣经怎么讲 那我们就用一些人的劝解 人给我们的教导 或者自己的经验等等 来去解答一些问题 来去解决一些问题 但是我们很重要 这个圣经是神的话 这里告诉我们说 一点一话是指做旧约西伯来文 旧约的一点一话 这个文字上旧约的一点一话 这是母音 母音 换句话说一个文字 你们读英文就晓得 假如没有母音的话 那个读不出音来 那圣经主耶稣告诉我们说 旧约的西伯来话 一点一话都不能够废弃 你少了一话 少了一个母音 可能那个字全部就改掉 总之告诉我们说 神的话已安定在天 不能够改 不能够改 今天有一些人想改圣经 有一些人是用不同方法来解释圣经 或者是有一些人要加一些东西进去 这都是不对的 那这里告诉我们 还要继续看下去 这里有七次这样说 只是我告诉你们 只是我告诉你们 有七次这么多 那二十节他说 我告诉你们 你们的义 若不胜过文字和法律萨的义 断不能进天国 二十二节 只是我告诉你们 凡下弟兄 凡下弟兄动怒的 难免受审判 二十六节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二十八节 只是我告诉你们 三十二节 只是我告诉你们等等 三十四节 只是我告诉你们 然后三十九节 只是我告诉你们 我去算了 有七个只是 我告诉你们 还有两个 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里给我们看见 有一个对比 有一个对比 人家怎么说 人家怎么做 你的风俗是怎么样 你来的背景 对这件事情看不得怎么样 但耶稣说 只是我告诉你 我的看法 我的意思和你不同 那我们很 有的时候我们很尊重 我们固有的文化背景 对不对 所谓文化背景 就是历史以来 我们的先人 所激出来的经验 激出来的看法 认为这是最好的 所以大家这样做了以后 就形成成为我们的文化 但是人的文化 绝对不是完整的 绝对不是正确的 假如我们行事为人 根据我们自己的文化的话 那一定有一些 我们的文化 是跟圣经相抵触的 那我们中国人有中国的文化 对不对 我们中国的文化 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很骄傲 我们有五千年的文化 美国人只有两百多年 那我们有一些文化 的确是值得骄傲的 但是我们也应该晓得 虽然我们有人的文化 但是我们信了主之后 我们应该有什么 有天国的文化 那这个马太福音五六七章 这是天国的文化 我们是天国的国民 所以我们要遵守天国的 靠全天国的文化 当我们的文化 以天国的文化 有所冲突的时候 我们应该有所取舍 我们应该放弃 我们自己固有的文化 的看法做法 我们应该怎么样 接受天国的文化 照天国的意思来行事 对不对 所以主耶稣说 只是我告诉你们 只是我告诉你们 那么人的文化背景 有的很怪的 有一些非洲的部落 他以这个看法 很多看法很古怪怪 也就是说看一些书里面 比如说我们中国人 太太生孩子的时候 我们要在家里 让他休息一个月 做叶子 对不对 因为让他休息一下 但是非洲有一些部落 太太生孩子的时候 是丈夫在休息一个月 你知道吗 你会觉得很怪 因为什么 他有他的理由 他说太太 所以能够生孩子 是因为丈夫的功劳 所以丈夫应该有假期 不是太太有假期 那这是人的文化 那假如我们的生活 行事要按照人的标准的话 那一个是标准 有的时候我们却能信耶稣 人说不一定要信耶稣 最要请我平安心做人 那你问题就你的 做好人 那个好人的标准在哪里 好人标准在哪里 不要说举太多别的国家的例子 就举我们中国的例子 我们找一代找两代的例子 我们的祖父 祖父母也许 很多我们的祖父 他有娶好几个太太 对不对 三七四妻 在他们看来这是正常的 这是应该的 特别是一些 因为农耕做农民的 他需要怎么样呢 多生几个孩子 男的 假如第一个太太 没有生男的 他要娶两个三个四个 然后生多一点男孩子 男孩子可以做活嘛 所以这个我们过去 过去一些人 五十年前的 不要说太久 五十年前 我们的祖父母 他们这样做 他觉得是很对的 很对的 但我们现在感觉到不对 对不对 现在感觉到不对 因为我们受我们现在文化的心堂 但这个对不对 还不是说谁的标准来衡量的问题 乃是圣经的教导 圣经告诉我们说 神有能的余力 可以造多能 但神为什么只造一男一女呢 因为神要给人有敬虔的后代 对不对 所以你就看见 圣经的话语 才可以做我们的准则 而不是人的风俗习惯 甚至不是社会上任何文明国家 他的律法 我告诉你 美国很多律法是很ridiculous的 是punishment punish一些好人 所以我们的律法 我们的律法是什么 是天国子民的律法 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说 只是我告诉你 荒家说 别人告诉你 你不要听 耶稣告诉你 只是耶稣告诉你 你就要听 你就要听 还有这里告诉我们 有五次说到不可像他们 不可像 不可像 第六章第一节到十八节 六章第一节到十八节 那第二节这里说 所以你们施舍的时候 不可在你们面前吹号 像那假冒为上 不可像 第五节 你们祷告的时候 不可像那假冒为上的人 第七节 你们祷告不可像外伴的人 多用重复话 第八节 你们不可像他们 然后第十六节 你们进士的时候 不可像那些假冒为上的人 等等 那这里告诉我们 有两类的人 我们不可像 一个是假冒为上的 不可像他们的行为 一类是外办人 外办人 假冒为上的人 可能有一些是基督徒 基督徒有的时候 会落到一个地步 假冒为上 明明知道 不可做的 所以他要做了 所以他用各种方法的假冒 假冒为上 那圣经告诉我们 主席告诉我们 说我们不要像他们 不要像他们 那罗马书那里 十二章告诉我们说 不可像法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不可像法世界 那今天很可惜 很多基督徒 到一个地方之后 慢慢慢慢受那个地方 的心讨 我们很容易像法他们 很容易像法他们 我一个女孩子 今年是十八岁 他去UC Berkeley读书 那我送他上学校的时候 那你们当中也有一些孩子 在一些公立大学读书的 很多公立大学 他们有做这个co-ed-dom 哪里同校的 哪里同一个宿舍的 我都听得很多了 但是还是非常的surprise me 因为他这个哪里同校 甚至厕所都同用一个厕所 同一层楼 哪里学生住在一起 当然一个房间 是女的一个读童 那因为我送到学校之后 我要上厕所 我就问他厕所在哪里 他是在那边 我就去了 我吓了一跳 我刚刚推门的时候 有个女的跑出来 我以为我搞错了 我再看一看 那个门也没有说是男的女的 都没有 哎呀 好可怕 好可怕 那我们的孩子们 长在这个社会里面 他就惯了 也不觉得什么可怕 好像 都是这样吧 都是这样吧 那我们的behave 我们的行为 一定一定 人一定受影响的 一定受影响的 也许过去二三十年前 在我们中国人当中 特别是在中国教会里面 讲到离婚的事情 哇 天大的事情 没有办法解难 但现在离婚的人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我看了一本书 它那边有个统计 大约的数字我忘记了 从一九几几年到一九九三年 美国的离婚的 比结婚的数目更多 有一次我在TV里面看 有一个所谓做婚姻的顾问 他一开始就自我介绍 他说我相信 我有资格做婚姻顾问 因为我已经结过三次婚 I believe I am qualified as a counselor major counselor because I am married three times Terrible Terrible 那么这种的behavior 这种的practice 这种的做法 慢慢慢慢也被接纳了 太多的离婚了 有什么不可以 有什么不可以 有的时候你在公司里面 受了一些压力 压力 我听见过去教会 有一些弟兄弟兄来告诉我 他说哎呀 这公司里面真是可怕 这离婚的乱七八糟 那你之间关系乱来 有一些人challenge 他说哎 你还没有离婚啊 You have no guts 你没有勇气啊 现在好像离婚是一种勇气啊 是男性的一种勇敢啊 假如你不离婚表示 你这个不是一个男子 男子汉 你看早不早搞 那社会的情形越来越乱 越来越糟糕 但是我们千万记得 你们不要效法他们 不要效法他们 我们很容易效法人 特别是多数人做的时候 我们好像under一种的压力 我们不跟他们一起做 好像我们被lay off lay off 好像不能跟他们和情 那这个就是基督徒 在这个世上不容易的地方 所以到了一个时候 我们在圣经告诉他们 怎么 在基督里面 敬前度日的要怎么样 都要受逼迫啊 你不是因为行坏事受逼迫 甚至因为行好事受逼迫 我也常常看报纸 有一些杂志 说到有些基督徒的父母 经在家 在学校里面反对老师们 在学校里面教一些性教育 甚至教一些同性恋 同性恋的这些过程 结果他的学生 他的孩子被那个学校开除 你看 你行好事 反而受逼迫 还有一些校长 不愿意在学校教这些功课 结果那个校长被lay off 那真是好可怕 好可怕 求主帮助 我们活在这个世代 我常常告诉我的孩子 我说你所面临的挑战 比你的爸爸妈妈多得多 你真是要靠着主 勇敢张力的我 不要怕 不要怕 勇敢遵循神的话 不要效法他们 不要像他们 不要像他们 好 我们赶快讲 还有第六章十九到第七章六节 有讲到第六章十九到第七章六节 有讲到五个不要 有讲到财务的问题 第六章十九节 就是说不要为自己寄账财宝在地上 不要啊 三十一节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 三十四节 三十四节不要为明天忧虑 七章第一节你们不要论到人 然后第六节不要把圣物丢给狗吃等等 那这里讲到五次讲到不要 五个讲到不要 五个讲到不要 那多以什么的 多半以钱财物质有关系 那么这一段里面主要的在什么地方呢 主要是在第二十四节那个key word二十四节 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 不是恶这个爱那个 就是重这个轻那个 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们 这是重点 不可以侍奉两个主 基督徒可不可以有钱 可以 基督徒可以有钱 有钱是不是等于不属灵 不是 旧约里面有很多神所重要的先生很有钱 谁比亚伯拉罕更有钱 亚伯拉罕一下子有六百个仆人可以其他增长 有多少牛羊 有多少好多牛羊好多钱 谁有钱不等于不属灵 神可以把一切的东西赐给我们 因为世界一切拥有都是神 对不对 神假的要跟你有钱 祂会跟你很有钱 但问题就是说 神要我们学习如何使用钱 而不是我们被神被这个钱去用 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是做财主 我们是变成什么 给财做主 我们被财来使用我们 我们弄得自己变成财奴 假如你能够做财主 我相信神会给你有钱 我们有钱的弟兄姐妹 我们应该多多学习如何做一个好的 中心的有见识的有智慧的管家 不能够自己随便花钱 因为知道这些钱是神托付你管理的 那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说 我们不要为自己积材在地上 要为自己积材在天上 那你如何积材在天上 天上没有银行 你这里没有天上代理的银行 所以你可以先存款在那边 然后那个钱可以到天上没有 但是你有很多方法 你可以把那个钱 transfer 转换到天上去 什么呢 我和你奉献在神的事工上 你帮助一些人 假如那些人因为你的奉献 因为你的帮助他们信的主 以后他们到天上 那你在天上就有很多的财宝 那些人的灵魂是你最好的财宝 你晓得吗 最好的财宝 你可以用很多方法 把你的钱财 寄存在天上 那这里告诉我们说 我们不要优利 不要优利 那是不是说基督徒都不可以有优利呢 有的时候有的时候 牧师讲的太过 觉得基督徒绝对不能够优利 凡是依靠凡是圣靠 那么基督徒变成一个没有情感的人 其实忧虑只不过是一个情感的问题 对不对 我们很学情感啊 基督徒不能够做到一个地步 没有一点情感 那这里不是告诉我们说不可忧虑 只是教导我们说不要随便忧虑 有一些东西是不值得你花这种你的情感去忧虑的 那保罗不是告诉我们不要忧虑吗 保罗 耶稣也告诉我们不要忧虑 对不对 这里告诉我们 但耶稣也告诉我们他有忧虑了 什么时候忧虑 耶稣也就是说我心里有伤 他在科西马尼言的时候 他有没有忧虑 有啊 有啊 保罗告诉我们说 这个菲律比书第四章 凡事不要有挂力 对不对 要交托 要祈求基督徒绝要祷告 但是保罗有没有挂力 保罗有哦 为了教会的事情天天挂力 啊 有谁软弱我不挂力呢等等 那怎么搞的这个 保罗这个人自己讲 告诉我们说不要理他自己有理 那岂不是他讲道 能讲不能行 那我们相信不是这样的 那换句话说 当我们看见这种圣经 好像彼此有冲突的时候 我们应该找这个解决的方法 这里解决办法给我们看得很清楚 这里 耶稣告诉我们 你不要为做吃 为做喝 来有理 这些是神担保我们 他会供应我们的 但这里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 换句话说 你要为做神的国 神的工作 来担心 来有理 这是对的 换句话说 神这里告诉我们基督徒 我们要珍惜我们的情感 不要浪费 不要浪费在那个不必要的挂力上面 你为做吃喝 根本不需要挂力 还在这里告诉我们说 一天的难处 一天当就够了 换句话说 假如你真是挂力的话 你就不要借免明天的东西来挂力 今天挂力够了吧 明天还有明天的挂力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 不是基督徒不可以忧虑 而是基督徒要珍惜我们自己的情感 过分的 不必要忧虑 是可以省的 为做吃 为做穿 这些东西 神一定会给我们 供应给我们的 你不要去花费在那边忧虑 不要为做明天 我的孩子明天会怎么样呢 我的工作怎么样呢 我的孩子的孩子 我的孙子又怎么样了 多余的 很多的时候我们是 借了一些忧虑 borrow的troubles 神经告诉我们 不要 相信神 明天自然也明天有力 换句话说 你要有力的话 有力今天就够了 不要有力明天的 但是有一些事情 我们需要注意的 好像保罗写 腓立比书的时候 他说 从来没有一个人跟我一起挂立 这个教会的事情 只有提摩泰 提摩泰 当心挂立教会的事工 跟保罗一起当心 一起忧虑 忧虑什么 教会的事工 但今天很多人 真是一无忧虑的 什么忧虑都没有 所以教会的事情 根本对他一点忧虑都没有 不管了 那今天教会太多弟兄姐妹 忧虑如何吃 如何穿 如何赚钱 但是不忧虑 教会如何工作 那是相反的 那是错了 还有我们时间关系 我再讲一点 这里提到四个比喻 第七章 第七节 开始 到二十二节 四个比喻是什么 这两个 四对的比喻 第一对是讲到取求 怎么求法 第二是讲到 进宅门和宽门的问题 第三是讲到 树仪果的问题 第四讲到 两种建筑的问题 两种建筑的问题 那讲到祈求 他说 你们祈求就给你们 寻找就给你们 寻见 靠门就给你们开门 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 寻找的就寻见 靠门的就给他开门 你们信不信这几句 这两句圣经 信不信 信 但是你们每一逢祈求 你要的东西 有没有神都给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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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听清楚啊 神 呵护神的美意 但这里明明告诉 你求就给你了 那幻家说 那幻家说 我们求的时候要知道 幻家说 我祷告的时候 我一定要 要知道这是神的意思 对不对 那我都祷告 他就答应了 舍他 舍他 我相信 我绝对相信是对的 但是假如没有把下面的读下去的话 那你就会出问题了 下面讲什么 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 反给他舌头呢 求一反给他舌呢 你们虽然不好 尚且知道拿好的东西给你的儿女 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把更好的东西给你们吗 那你把读圣经不要把上下文分开读了 有的时候我们断章取义就取了上下文不读下去错了 那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 你求 有的时候你求的东西好像一个孩子像爸爸求什么 求饼 但爸爸给他舌头 求鱼 你爸爸给他舌头 对 但你有没有发觉到就是说 你在祷告的时候过了一阵时间才发觉 哎呀感谢神原来他没有听我祷告 假如他听我的祷告我就完蛋了 有没有这种经验 有 为什么 因为我们祷告都不晓得怎么祷告 但是呢 你要祷告 你要祷告 你祷告神会给你 但是记得神不一定照做你所要求的给你 神会怎么样呢 把更好的东西给你 你懂啊 所以这些圣经信不信得过 信得过 可以信得 我举一个例子就介绍了 我有三个孩子 有一个神接去了 回到天父那里去 感谢神 我有一个男孩子 他小的时候 我记得差不多三岁的时候 有一次他看见我刮胡子 他就要那个刮胡子刀去玩 那你想做一个爸爸的 假如你有普通的知识 common sense 你会不会把那个刀子给他用 不会嘛 他有没有胡子那在干嘛 假如你给了他 你害死他 他不小心很容易隔到自己 对不对 所以当然 我不是说很聪明的爸爸 普通爸爸都晓得不应该给他 所以我不给他 不过小的怎么搞 他就吵 要闹 要一定要 哎呀 我不仅不给他 我反而打他 没有办法 我相信他那个时候 一定感觉到这个爸爸去又吃了 我要求东西你不给我 反而打我 怎么搞的 爸爸不爱我 他没有办法 他年纪太小 不懂 但这件事情我记得 到18岁的时候 他的生日 你晓得我送他什么 我不仅送一个刮糊的刀子 那个在那个十几年前没有这种的Electric 那现在有了 所以我就买了一个好的电苏炮给他 所以他生日的时候送他一个礼物 他开启了看一看 他笑笑 我说 Jonathan 你记不记得 你小的时候 你曾经有一次 要我的剃刀 我不给你 为什么呢 假如我给你 我害死你 那个时候你根本不需要 现在我看见有胡子了 我给你 不仅是给你所要的 甚至给你所要求的比要求的更好 我就给他解释这个道理 很多时候我们求的时候 神或者不给 或者delayed 或者是换另外东西给我们 但是我们求的时候 他一定有东西给 不一定马上给 迟一点给 不一定照我们所要的给 但是总是把我们更好的给我们 有很多弟兄在求太太 主啊 我看见某某姐妹真是太好了 很理想 你给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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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求了半天 神给了她给别人 哎呀 气死了 神不听我祷告 礼拜天也不来了 哇神 你求神会给 神会给一个更适合你的 不一定那个给别人就不好 可能那个不是你最适合的 神会给一个超过你所想求的 更好的给你 你信不信 我信 但有的时候不容易信 我祷告求神医治我的女儿 他没有听我祷告 我好难过 我怎么看得出来 他能够 听我祷告 而且把更好的给我 我看不出来 那就凭信心 凭信心 祷告要凭信心 那今天有一些灵恩派 所讲的信心我不再同意 他说你信信信 一件事情 假如你一直祷告 绝对不怀疑相信 那神一定要给你 祂非给你不行 我一次听赵永记讲道 哎呀我听了以后 我没法同意 他说假如你要向神求一个车子 你一定要告诉他说你要那一种车子 你要chevolet 你要automated 你要blue color的 你要一个sadane的 Four door的 你一定要地铁告诉神 你不能叫做神 神也给我一个车子 那你要叫神怎么给 神不晓得怎么给你 所以你一定要告诉他你要怎么上车子 那么神就会照你所求的给你 啊我听了以后完蛋了 假如是这样应用信心的话 那我的信心怎么样呢 比神更大 你懂吗 我的信心可以左右神 My faith can slave God 这不是信心 我的信心是什么呢 主啊我向你祷告 但是什么呢 不要照我的意思 乃照你的意思 而且我相信你给我的 总是比我求得更好 哇 这是信心 神会给你吗 神会给 哎呀神没有把我的女儿给还我 我已经好难过了 我bitter了好久了 我现在还是很bitter告诉你 但是我还是相信说 神 他会听我的祷告 他所给我的 比我求得更好 是什么我还不晓得 我们低头祷告 主教导我们如何了解你的话语 如何有信心接受你的教导 而且有勇敢的心 去遵行你的话语 听我们的祷告 从耶稣祇里面祈求 阿们 神经的足处